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播出的时候也十分细精 孤岛惊魂之后 杨幂算是彻底靠好身材火出了圈 但好身材是把双刃剑 因为性感的着装大火以后 不少人就给杨幂贴上了标签 而标签往往意味着诋毁 网络暴力和唾沫星子 这种标签 在今年的湖南台跨年晚会上 就体现的淋漓尽致 舞台上 杨幂穿着一身夏冬混搭 内穿一件亮片低胸短裙 外套一件黑白相见的绒毛大衣 整体打扮 凸显了杨幂的好身材与时尚气质 但他在表演时的边唱边跳 却给他招揽了一些不好听的声音 有人骂杨幂太野心 还故意抖几下 有人说杨幂两边衣服一拉 身体故意跳动 上下一晃 流量不就来了吗 就连女性喝个水都贴上了标签 骂了很多年 当年赵丽颖在快本有个游戏环节 是喝水惩罚 被惩罚者需要喝完很多水 农村出身的赵丽颖新演时 为了帮助队友 接过矿泉水平 大口大口就喝了起来 可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喝水的动作 却遭到了网友的口诛笔伐 因为赵丽颖喝水的时候 用嘴包住了瓶口 有人抨击他不哑观 有人拿他的农村出身说事 表示他没教养 不懂礼数 更有人觉得赵丽颖在综艺中 故意开车 因为在他们心里 这个动作满含性暗示 让人浮想联翩 后来上访谈节目 主持人为赵丽颖打抱不平 张嘴喝了 就黑他 为什么喝水要往嘴巴里灌 不往鼻子里灌 赵丽颖也十分疑惑 仅仅因为一个喝水姿势 就被骂了好多年 这就是性凝视的可怕之处 柳颜早年的标签 就是性感女神 平时穿衣打扮也十分前卫 但她的私生活和人际关系 比任何女明星都干净 柳颜经常说 自己穿着性感 并不代表私生活混乱 但只瓜群众并不相信 因为在他们眼里 只有档妇才会穿成这样 奔跑吧李 李晨公开表示 柳颜是最那个的女人 说的时候还手舞足蹈 爱是意味拉满 公所株连的发布会上 鲍贝尔更是将性凝视 直接具象化 她毫不避讳地盯着柳颜的胸部 不仅眼神丝毫不躲闪 事后还连发设媒公开开黄枪 称这是哈利波特大场面 主持晚会 吴宗献自称牛人 结果话锋一转 问柳颜是不是牛奶 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性骚扰和性攻击 柳颜只能尴尬的笑笑 维持着仅有的体面 不仅如此 为了展现自己的幽默 吴宗献随后还特意盯了丁柳颜的胸部 以示自己并没有说错 每每提起身材及性感的话题 柳颜都面露难色 不想开口说 而对此 作为受害者的柳颜 竟然开始自我反思 这些年 我们很难再看到柳颜穿着性感 出现在聚光灯下 与柳颜同病相连的 还有关婷娜 关婷娜是乡村爱情中少有的 因为身材和面容被关注的女星 采访她的时候 主持人会用充满性暗示的语言描述她 比如有心胸 出现在电视剧中 弹幕会丝毫不顾计伦理道德 拿她的身材开黄腔 可在所有的场景中 关婷娜的穿着都在挺面不过 一档综艺中 需要品尝鱼子酱 嘉宾除了孔雪儿一个人 其他全都是男的 所有人都在叫孔雪儿用舔的方法 去吃鱼子酱 先舔几粒 在舌尖鱼顶一下 可听到舔这个动作的时候 孔雪儿犹豫了 因为在她准备吃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男嘉宾 都对她失忆了性凝视 周围也有无数摄像机抓拍 大家都在等着看 一个女爱豆 做出舔这样带有负面暗示信息的动作后 会是什么样子 而选择一口吞的孔雪儿 也是无可奈何 不只是明星 在各种车展上 摄影师们恨不得将相机对到车膜的隐私部位 以获取高清大图 在动漫节和数字娱乐博览会上 男摄影师们几乎将女孩团团围住 就为了获取某一个时刻的走光 在各自漫展上 男性们疯狂涌入 不再为了二次元 也不再为了COS 而是为了拿着相机 拍下那些能满足自己欲望的镜头和照片 早年间大鹏的网剧屌丝男士 可谓将性凝视用到了极致 不仅通过各种各样的桥段和笑话设计 通过对女星身材的展现 引导观众进行性凝视和性联想 还特意高架起来当时很火的女优 公然开黄枪 片中少不了让人浮想连篇的镜头 就连综艺上也是用起来这种噱头 表现演技有很多种场景和方法 可节目组偏偏选择了争议最大的这一段 看得在场女嘉宾各个无嘴尖叫 不要再抗拒我了 快乐啊本营中 为了节目效果 也曾让居静一做出齐电动小马的动作 现场男性一人似乎也都被居静一傻傻的样子逗笑了 谢娜还在一边添油加醋 表示还让她转圈 在一众男星的目光下 居静一尴尬到无可奈何 这些年 在网络电影兴起之后 利用性凝视吸睛的网大 最近的芯片深海大鱼中 海豹是这样的 心话疲礼 女下属成了放菜的桌子 观山古墓中 女演员的裙子开叉都开到了大腿根 借此东风 有不少女演员也靠着被凝视走红 比如之前的徐东东 如今的邱逸蒙 而即便在院线电影中 有些导演也丝毫不避讳男性性凝视的视角 比如西红柿首富中 长眼被色幼的镜头 从腿到胸 导演几乎用特写的方式展示了各遍 在电影《大红包》中 几乎也是用堪称特写的镜头 展现了女主角身材的各个部位 最终 姓名是这种意识上的性侵害 严重也会演化为行为上的性侵害 比如玉恩泰就曾在大庭广众之下 抱着女性的臀部 然后做出蠕动的动作 让人瞠目结舌 魏大勋就曾盯着川永中李庆的胸部 做出淹口水的动作 还故意掀起李庆的裙子 丝毫不收脸 千金归来中 已经凉了的李一峰 还曾抱起李庆 做出了电动马达的动作 只可惜嘎味不足的李庆 只能忍受这种性骚扰 当眼神变成动作 当凝视变成侵害 那每个鼓励姓凝视 用姓凝视做噱头吸睛的人 都是帮凶 这些年 对女性的物化 符号化和刻板印象越来越严重 但作为社会的一份子 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觉悟 保护女性 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保护我们的文明本身 六言 你站我旁边 我这镜头多 不会不错 这镜头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